小牟 小牟 洛伊哥哥 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我就已经耳知足了 你不会死 坚持住 我叫救护车了 不用了 我已经快不行了 答应我 忘了我 找个别的女人去吧 小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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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试试有没有呼吸 试试有没有心态 别碰到那里 你还中 很痛的 人家就想给你个惊喜吗 这算哪门子惊喜啊 衣服全脏了 我去换身衣服 主人 房间已打扫完毕 原来叫主人是这个感觉 干得不错 再去把饭做了吧 那主人想吃什么呢 红烧牛肉 好的主人 这就开始为你准备 红烧牛肉方便面 我要的是红烧牛肉 我要的是红烧牛肉 回答主人 我只会做方便面 那好吧 主人 翻译做好 这么骄傲有点怪 但还有点上瘾 多叫几遍主人 好听爱听 好的主人 这样可以吗主人 可以可以 主人 张嘴 尝尝我的手衣 来 啊 主人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感觉服不够到位 主人 是人家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这个呢 开玩笑的 其实是我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又没了 再不攒够钱拍个短片 老妈那儿肯定 糊弄不过去了 主人摄影技术这么好 肯定能赚到钱的 没活着又有什么用呢 再加苦恼肯定不行 我有办法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听说集团老板在这里开峰会 我们直接找他给投不就好了吗 这真的可以吗 如果让他看到你拍的作品 一定会投你的 你好 找哪位 我们找你老板谈合作 谈合作 你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预约 你得先去预约 我们老板也是你能想见就见的 我见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 怎么办呢 算了 我还是回去送外卖吧 算了 分刀行动 你在这儿 我去后门堵他 果然这事不靠谱 去海边转转吧 终于被我逮到了 下车 就你勾搭我们家牢里的是吧 你说什么 我盯你不是一天两天啊 总是让我男朋友开车带你 可以啊 现在 都开上他的车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你还有脸挡 来来来 帅哥 你来评评理 这个狐狸精 他勾引我男朋友 还开我男朋友车出来 你说抽他对不对 我可不认识你什么男朋友 这位才是我男朋友 对 我对我女朋友有信心 如果她真劈腿的话 我一定当面向你道歉 我告诉你们 我直播着呢 我要曝光你们这对狗男女 怎么办 看来 我俩被赖上了 轻者自轻 要不你把那渣男叫过来 行 我让他过来 喂 老李 你赶紧滚到我面前来 什么工作呀 你的车都被我发现了 你赶紧 这死老李还怪我电话 看来躲不过去了 你快跑吧 喂 老李 来一下 小姐 让你久等了 老公 他是我老板 你怎么在这里啊 老李 他说我是勾搭你的狐狸精 是吗 小姐 你不要听他瞎说 哎呀 你在这里干嘛 你害死我了 可是 可是他为什么开你的车呀 我是他的司机呀 你 可是他为什么开你的车呀 你 你骗我是吧 咱俩完了 喂 喂 小姐 真的很对不起啊 你帮我说说好话可以吗 求求你了 李师傅也不容易 要不就算了 那好吧 跟我来 谢谢 谢谢 我不是司机呀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他是我朋友 不好意思 是我 是我跟我也开人梯 我不知道这两天 我跟眼睛是怎么了 你们见过 他拦你了 没事 他也是工作嘛 听你的 叶总 叶总早 难道你就是黄金集团的继承人 叶文 我对你印象不错 做我司机怎么样 工资随便开 叶总 我不是司机 我是一名摄影师 我想拍出我自己的作品 不也是为了赚钱 拍作品 不也是为了赚钱 有什么区别吗 姐姐说得对 每个人最终极的目标 无非就是名利嘛 何必那么辛苦 你想要的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姐姐 我不想努力了 我到了 不邀请我上去坐一坐吗 好吧 那我回去了 是吗 我希望姐姐能够赞助我 拍部电影短片 这真的是我最重要的梦想了 就喜欢你们这些努力的小朋友 就喜欢你们这些努力的小朋友 你乖的话 姐姐当然支持你 姐姐 我不想努力了 陆宇先生 您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高的成就 请问 有什么秘诀吗 秘诀 就是跟对人 当初 我跟着叶总的时候 我就说 叶总 您以后可千万别嫌我烦 我会经常找您会博工作的 叶总如此器重您 想必给的股份很高吧 那当然了 黄金集团一直非常重视人才 给的待遇也非常丰厚 我十分满意 如果有一天您变得更优秀了 那么 会弃叶总而去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黄金集团 好 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我们分手吧 这些钱应该够你花了 我还没想过 姐姐 我的梦想还没实现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一次就好 我肯定好好表现 姐姐 可是别的弟弟也需要机会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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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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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